中国江西镇南昌市前天晚上约六点半左右 在南昌大桥上聚集了数百位民众 多数是农工与地产开发公司职员 身穿白衣头戴白布 准备以集体跳桥自杀的方式 抗议以江西高院副院长郭斌为首的利益集团巡私王八 江西政府随即派出上百名特警镇压 江西取赶抗议民众造成多人受伤 中国媒体报道 由1998年构自乌克兰的王雅各号 改良而成的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确定在本月是航 而且中国还打算在新造三艘航母 自去将参加海峡两岸的情势紧张程度 7月的中国大陆多灾多难 大陆民政部今天说 7月份各类自然灾害造成全大陆 6,977.5万人受灾 其中204人已在死亡 25人失踪 80.9万人被紧急转移暗制 已故武打决心林小龙的 13件自然遗物 今天在香港华油拍卖行拍卖 其中一件他在第一中 穿过的深蓝色草帽大衣 湿井湖 以最高价港币60万元卖出 得主是一名美国商人 西方亚海电视众地报道